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雅克 這幾天在臉書上看到朋友轉發 議員質詢的影片 我只能講說這比那個八點檔還精彩 他的小朋友的老師是同性戀 我現在是都尊重的 問題點要指出來 同性戀搞出來的傾向 他學生一定也比較偏向同性戀 同性戀過是3%還是4% 95%是不同意的 麻祖是一個很沉淨淳朴的地方 到時候這些來到麻祖 起裝異服 男的跟男的接紋 女的跟女的接紋 我們到底除了這個 政府有沒有配套做事 在哪裡可以接紋 在哪裡可以這個 也沒有這方面的規範 街上看到那個 比那個以前野狗看的那個還恐怖 這些議員到底在講什麼 誰可以告訴我一下 看到影片當下的反應就是 說什麼同性戀老師 教出來的學生會變同性戀 我跟你講 如果老師真的那麼厲害就好了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看中天的你為什麼沒有發大財 然後同性戀接吻 還要政府規範 Excuse me 你腦子進水嗎 麻煩政府立即下架 你腦議員OK 歧視就是歧視 還口口聲聲說尊重 就只會發表沒有邏輯的言論 以及散佈民眾錯誤觀念 還有這些老人如果不懂歧視的意思 可以善用Google去查詢 教育部國語詞點 裡面的歧視的意思是說 不公平的對待 但我覺得它可以解釋成 由於不公平的行為或言論 使得弱勢者更加弱勢 胡腦議員們 你們講的那些話 就是一種不公平的對待 因為你們讓社會上無知的大眾 認為說性取向這件事情 是可以被老師交出來的 那異性戀老師怎麼沒有把同性戀 交成異性戀呢 因為就是不行啊 到底是誰告訴你 性取向是可以被交出來的 還有另外一個議員講說 什麼同性戀接吻要被規範 那異性戀接吻不用被規範嗎 我看到他們喇唧的時候 那個喇唧讓那個口水都噴出來 口水味我都聞到了 我覺得他們侵犯到我 你就是差別待遇 更讓人生氣的是 明明就是歧視性的言論 還會有酸民跳出來護航 說什麼 這是我的言論自由耶 你們應該尊重吧 台灣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嗎 幹你他媽歧視別人 還要別人尊重 你被罵真的是壞 最後啊 如果你不認同 不喜歡不支持 你可以放在心裡面就好 不要講出來之後 被炮轟還要在那邊裝可憐 也希望台灣未來的社會 能夠更加友善 歧視少一點 不要認為說 你有言論自由 就可以隨便歧視別人好嗎 你總不會希望你的朋友 家人 或是你自己 被別人歧視吧 這是多麼傷人 然後 無知比腦殘更可怕 麻煩政府以後 舉辦一個智力測驗 測試那些無腦議員的智商 智商不足 直接下架 拜託 大腦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希望議員們 你們都可以擁有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